探讨书法的灵类思维 也希望大众都能够了解文字的奥妙 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叶国华老师 长期推广书法文化 这次举办修养人生幸福系列书法讲座 主题在探讨书法的灵类思维 从书写到修养 让大家一窥就近 探索文字的奥妙 了解中华文化的底蕴 今天要讲座的主题是属于养生 那养生跟我们的书法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次的主题里面 我们提到说书法的另类的思维 那其实在研习书法50年的当中 当然会有一些体验 那在这个50年的过程里面 因为这样的体验 也感受到书法带给我们的一些 不是只有写字的美 让自己的心 第一个 会心比较沉浸 那浸当然是写书法的功效之一 重点是说 在写书法的当中 它是专注的 另外一个元素就是说 在专注之外 因为要写书法 要领帖 要写字 那自古以来 这些贴啊 这些字啊 都非常美 那这些美 让我们的心灵就会更美 从叶国华的人生阅历当中 书法学习让他学会遇到的问题 都能够随时心境转念 释怀 面对解决 更特别强调记住 舍得与得舍 更是智慧的表现 最后以面对困境 感念港恩为硬 面对决责 要以利他 利人为据 史方新闻规文取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